Bassanova 現在來介紹用吉他彈Bassanova的時候 可以有哪些變化的型 上次講到的基本型是這樣 把低音彈在第1拍 第2拍的後半 第3拍跟第4拍的後半 聽起來是這樣 1 2 3 4 1 2 3 4 高音是彈在第2拍跟第3拍的後半拍 1 2 3 4 1 2 3 4 連起來是 1 2 3 4 1 2 3 4 1 2 現在來講他的變化型 我們先來說高音部分的變化型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在第1拍就彈出高音 另外第2拍跟第3拍的後半照彈 所以聽起來是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加上低音的位置 聽起來就變成 1 2 3 4 除了第1拍 前半拍加一個高音之外 你也可以考慮在 你也可以考慮在 第4拍的前半拍加一個高音 聽起來會變成 1 2 3 4 1 2 3 4 加上低音聽起來會變成 當然第1拍的前半拍你也可以選擇 彈或不彈 除了第1拍的前半拍跟第4拍的前半拍 可以選擇要不要加進來以外 你也可以把第4拍的前半拍這個高音 往後挪到第4拍的後半拍 會變成這樣子 1 2 3 4 1 2 3 4 當然第4拍的後半拍已經有個低音了 所以實際上彈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高音跟低音會同時出現 像是這樣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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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實際上我在彈的時候 如果我高音在第4拍的後半拍有彈 我可能在第4拍後半拍那個低音我就省略了 聽起來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剛剛提供了三個可以變化的時間點 是高音的時間點 分別是第1拍的前半 然後第4拍的前半以及第4拍的後半 接下來我們來說低音的變化 由於Basanova有一個重點就是在它的低音的這種 一個前半一個後半一個前半一個後半的這種推擠感 所以說這種推擠的感覺 重點會是在於後半拍的那個音 特別是第2拍的後半或第4拍的後半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一些低音的省略 在省略的時候 如果我省略了前半拍 例如說在第3拍的前半拍那個音 我省略了 你會發現Basanova的感覺還是存在 沒有太大的改變 像是這樣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蠻好聽的 加上高音聽起來是 我也可以省略第1拍的前半拍 當然一開始省略會有點怪 所以我可能會在第2個小節 第3個小節之後適度的省略第1拍那個低音 試試看喔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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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上高音聽起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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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半跟第三拍的後半都省略掉了 偶爾可以啦 時間太長的話 就會有那種前半拍後半拍會讓人家混淆 搞不清楚的那種狀況會發生 當然後半拍你也可以省略 可是你要去注意省略了過多的後半拍的時候 留下太多的前半拍 可能聽起來就沒有那種低音前後推擠的感覺了 你要省略多少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重點在於 能量維持Basanova那種低音推擠的感覺 所以 剛剛我們這樣講起來就有很多種低音的變化了 再加上高音的這些可以延伸的變化 組合起來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 1 2 我們現在就隨意的彈彈看 1 2 3 4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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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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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